大家好,現在我所在的地方叫做水晶山 這裡成列的都是經過幾千幾百萬年的積累 慢慢形成的中午池 那現在我就帶大家一起看一下這些中午池吧 之前就是經過了百萬年的積累才形成的中午池 我們走近看一下 大家看它是不是非常的晶瑩替透 那非常可惜呢,這裡它就沒有在這上面滴水 這裡就少了那個水的滋潤 所以它的色彩沒有這麼明豔 但是它這裡的設計呢,其實還是蠻用心的 大家要來這裡看的話呢,千萬不要 只是這樣子看,大家還要排頭看一下 大家看到沒有,它的上面其實有一個鏡子 那通過這個鏡子呢,就可以從上往下看 看到這中午池 從上步往下看的形態了 那這邊呢,就有另外一個空中步道 那我們一起走吧 去看一下這個空中步道 這個空中步道呢,就沒有這麼高 所以呢,可能大家就不會這麼怕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呢,就不是說跟剛才的雲中步道相比就沒有這麼高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走這個空中步道 這邊的景色也是不錯的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嗎 那些超級樹在那邊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出去也是很美齁 大家如果喜歡拍照的話 在這裡就要慢慢走多少幾個角度 那在這個空中步道將近結束的地方呢 其實是一個看這個雲木森林 非常好的角度齁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整個全景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還有那一山的花 哇,開得太過鮮艷了 在這裡呢 就好像一個人間的仙境 讓大家忘卻所有的煩憂 所以假如大家 心情不好的時候呢 可以來這裡走走 呼吸一下這裡面的空氣 這裡的空氣也是非常的好齁 好,那這一段的空中步道呢 就結束了 那我現在來到的呢 就是雲木森的地下一層 也是將近靠近出口的地方齁 這裡呢也是有一個小的瀑布 在這裡呢 聽一下水聲 非常血液齁 給大家看 這裡像不像一個聽雨萱的感覺 好,我們繼續走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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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些橙色齁 都非常的 呃 好 很有 很有契機齁 然後你看 這裡還有一個 建築 一個大棒殼裡面 躺著一個 造女 這個地方 非常的 非常的 有好的意境 然后它那些植物也非常有特色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 你看它的那个 水的这么长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有这种植物 它的叶子特别特别的长 我也不知道这种植物叫做什么名字 然后来到这里呢 就是有一种 叫做微型的兰花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放大镜来的 所以大家要看那个花的话呢 就是要 靠那个放大镜 放大才看得到那个花 不然呢 是看不到那个花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它那个花是多么小 然后 这边 这边也是 大家看到没有 哇 这个花 真的是非常的小 我们光凭肉眼 这样子看呢 就是 以为它是一群东西 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 然后你看它这里 摆的也是非常漂亮 上面掉的那些 上面掉的那些珠子 下来就好像一颤一颤的水珠似的 然后过来这边呢 也是 这种兰花也是很漂亮的哦 这边呢 有更多的 哇 这些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些就更小了 啊 来这 来 大家看这个 看这个 是不是 小的 真的是 太过迷你了 好 我们继续走 这里呢 就有 我们看到有这大狮子 的雕塑 狮子的 大开口 可能就是 来自这里吧 呃 那是我胡说的啦 大家不要 呃 不要当真 那这里呢 就是有一些 呃 刻画的 东西 然后来到这边呢 就有一些 中午时在点缀的其中 大家看到没有 那 这时候呢 它是逆光哦 那个 太阳是照在 中午时的另外一边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中午时是 很通透的 非常漂亮 然后呢 这里 哇 我给大家看 大家看过没有 这片叶子 有多么大 你看 这是我的手 然后 后面绿色那个 是一片叶子 吼 一片叶子 大家看多大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片是小一点的叶子 然后我的手 是不是 它那个叶子很大吼 这种也不知道叫什么植物 然后这里呢 就有很多这种 类似 西瓜蚊状的 呃 植物 叶片 然后呢 大家再看这里 这里哦 这里哦 这里有一堆的这种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这种长长的叶片 非常的 有意思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手哦 你看它是多大 很大一片是吗 哎呦 真的是 然后 你看这里 这里也是 不值得十分的 优美 有水 有中午食 有花 那好 那好 到这里哦 那我们就结束 我们今天 云雾林的 呃 游览 那 大家如果来 参观这个云雾林的话呢 最好就是要 预备至少一个 钟头的时间 假如你看的慢一点的话 其实 两个钟头呢 就是会比较 松动一点 对于是 你想仔细看的话呢 两个钟头是必须的 然后呢 大家来这里的话 最好是 好像我这样子穿长裤 然后呢 假如你怕冷的话呢 就好像多带一件 稍微厚远的衣服 因为这里面的温度呢 其实是比 外面的温度呢 是比较低的 这里温度大概是保持在 25度左右 所以大家要注意好 保暖的工作 好 那我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假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大家为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吧 谢谢大家 拜拜